哈囉,大家好,好久不見啦 我好一陣子沒有上傳影片了 因為最近在忙一些私人社團的事情 就是大家知道我有起重機嘛 然後這次的聖誕晚會是我主辦的 然後呢,所以我也快一個月沒有上傳影片了 不過我都有在follow FFVE 跟一些Youtuber的Vlog 那我最近大家也都知道 FFVE小課上市了 我當然也是有抽啦 我抽了快兩單 但是呢 很糟糕,真的連 一紅幾乎都沒有,真的很扯 他每次只要出到很熱門的角色 我覺得都是這樣 我實在是不太相信國際版的那個 挑寶力,不過沒關係啦 最少在昨天呢 我還是有抽到囉 那我左邊 旁邊我就放一些 我們抽的畫面 不過說真的,真的蠻淒慘的啦 因為那是之前的錄影畫面 怎麼抽,真的很慘耶 11抽裡面一紅都沒有 而且是家常便飯,真的家常便飯 你們現在看旁邊就知道了 然後唯一有紅的都是開五星券 要不然就是開四星券 這時候有紅 然後都還是一些重複的 什麼冰女啦,龍騎士 喔 當然很好啦,但沒有你想要的 你就很悶 不過最後在昨天真的 運氣蠻好,昨天送一張 活動送了一張四星券 然後其實我沒有想太多 所以你會看到我 我開那個小客的畫面就是 已經開下的是紅石 我就這樣,欸糟糕要錄影 然後才打開錄影 所以你會打開看到它已經光散開 然後出來就是小客 不過最少還是 但是 有啦,有就好,好不好 但還有兩隻 假如說他要上七星的話 還有一隻小客 然後還有兩隻 就是他的頂裝的另外一個 女性五星角色 因為我沒有玩太七 所以我不太了解說他的角色是什麼 因為我接觸點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我接觸的時候是太八的時候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太八的角色 因為太八那時候我記得還是 王菲唱的那個主題曲 跟紅豆出的一張專輯 我有找到資料的話 我會再放到隔壁 然後是太八的片尾曲 就是破關的時候的畫面 然後還有跟紅豆那一張 放在一張的一個單曲 我覺得那時候 太八的,我覺得故事設定 對我來講我會比較喜歡 因為他的遊戲不會太長 然後內容算是 還有帶一些愛情故事之類的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 就是太八的故事劇情 跟有物 所以我也在等太八的故事劇情 跟有物 那我們到時候就再來看看 那今天最少功德圓滿 還有小客在這裡 不過希望說接下來 還可以被國外提出啦 好不好 祝大家也可以早日抽到 那我就謝謝大家啦 就記得訂閱我的影片好不好 接下來我會多一點時間 我會多拍一點影片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